好 现在是用餐时间 不过过完年之后呢 物价是越来越贵了 之前米价才创下历史新高 现在连蔬菜 水果和鱼虾都大涨 而且猪肉呢 也涨了一成三 这些几乎是天天都会吃的食物呢 都涨了 小老百姓非常无奈 排骨果粉下锅油炸 去年底国内猪仔橄榄流行性下例 估计有20到30万只小猪死亡 供需失衡 猪价涨一成三 便当业者咬牙硬撑 猪仔养不回 养殖户他丢掉 他们成本增加了 不堪成本高涨 也有连锁便当店 直接调高招牌上的便当售价 为什么鸡腿会涨价 我们公司目前的做法就是这样 胡思璋一个鸡腿便当 标破百元 涨到110元 台湾鸡腿王各种便当 也涨了5到10元 小老百姓实在吃不下去 都涨 所以我们大部分如果 都会自己煮比较多 你可自己下厨也不想吃贵桑桑的便当吗 但亲自逛一趟市场恐怕也得皱眉头 天气冷产量减少 平均批发价 蔬菜涨了3成6 鱼虾涨了2成5 土鸡涨了1成3 水果零售价 柳丁去年一斤28块 今年涨到35块 美国进口的蜂蜜苹果去年100块 可以买到4颗 今年缩水剩3颗 荷包一年比一年紧 民众希望政府可以出面管管 公平会表示会密切注意 有没有人在背后哄抬物价 有电梯队蔡中文黄金台北报导